大唐国威远及世界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时光里 封建地质时期几乎占据了一半 几十个朝代更迭 谱写了一首关于岁月更迭的篇章 在这些封建朝代里 唐朝无疑是最耀眼的那一个 时至今日 在外国依然遍布着唐人街 这便是大唐的荣光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唐朝是个连续的王朝 自始至终都是李家的天下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因为李唐几百年的历史中间 有一段插曲 这个插曲便是武则天建立的五周 虽然在正史中 并不把武则天创立的政权单独列出 但这一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它的成就与辉煌 依旧为后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毕竟在武则天统治时期 天下已经不在兴礼 尽管武则天是李家的媳妇 可他终究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创造了一番盛事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 他的出名是家喻户晓的 如果列出中国古代最有权势女性的排行榜的话 武则天也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位 但是让最能让我们感兴趣的 并不是他作为皇帝有多大的政绩 而是他一个弱女子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的 武则天的成功离不开他生命中的两个男人 一个是把他带进宫的李世民 另一个则是把他宠上天的李志 而李世民则是李志的亲爹 按照伦理关系来说 武则天是李志小妈 这关系如果放在现在那绝对能被吐没星子淹死 可在唐朝却司空见惯 唐朝的开放终究让历史承担了一切 在这段说不清道不明的三角关系中 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人们 那就是武则天嫁给李世民 整整十二年都没有身孕 为何根本李志一年就有了 背后的实情令人唏嘘 就让我们一起来刨根究底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李世民当上皇帝之后 意气风发 放眼天下 已经再也没有人能从他手中抢走皇帝的宝座 他要做的就是带着大唐一路向前奔赴 李世民自知皇位得来不正 所以他一直在努力 做得以流芳百事的事情 毕竟能压过坏名声的办法 只有将自己的形象变得更加伟岸 从攻击上来说 李世民确实是个好皇帝 他开创了贞观盛世 成了能与秦始皇比肩的人物 无欲无求之下 人的内心会变得空虚 李世民也不例外 所以后宫也一度成为了他的消遣场所 既然君王有了爱好 臣子自然会投其所好 在李世民寻刑洛阳之时 臣子们便积极为李世民物色佳人 当听闻武家由女初长城后 李世民在臣子怂恿下 将年仅14岁的武则天照入宫中 史书中对武则天的容貌 是这样记载的 容直美 这也就是说 武则天打小就是一个美人胚子 在14岁的时候 已经长成了令男人想入飞飞的顶级美女 贞观11年 武则天被李世民从洛阳带回长安 封他为无品财人 四号五妹 我们所称的五妹娘 正是由于这一封号 贞观23年 李世民驾崩 按照唐朝的规定 先王的嫔妃如果没有生儿育女 只能出嫁为妮 而武则天便是其中之一 细细算来 武则天从入宫到李世民驾崩 中间整整有12个年头 这么久的时间里 武则天都没有给李世民生下一儿半语 这个事情很是蹊跷 李世民的后宫嫔妃众多 子嗣队伍也相当庞大 在武则天入宫之前 李世民已经有了35个子女的 李志也是其中之一 根据武则天入宫的年龄来推算 当时李世民正直壮年 按理来说 生儿育女绝对不在话下 可是让人惊诧的是 武则天并没能为李世民生下一儿半语 当我们仔细研究一下 李世民这些孩子的出生年月 便能梳理出一个令人唏嘘的事情 即 在贞观八年之后 李世民再无子女出生 这也就是说 在武则天进宫之前 李世民似乎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 既然如此 武则天在李世民身边待十一年 没有身孕 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 通过史料记载 我们也能发现另外一个事情 那就是武则天根本不受李世民的宠爱 李世民的后宫基数很庞大 武则天虽然容貌出众 但未必就能在后宫中高人一等 在皇帝的后宫中 讲究母平子贵 很多人想尽一切办法 都要给皇帝生下一个儿子 但是后宫中掌权的宠妃 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 因为一旦别的妃子有了皇子 自然就会危及自己的地位 但是后宫中掌权的宠妃 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 因为一旦别的妃子有了皇子 自然就会危及自己的地位 武则天初入皇宫 还是一个小孩子 自然比不了那些 已经生儿育女的嫔妃 武则天久久无法生育 势必会被后宫掌权的嫔妃排斥 从而剥夺他侍奉李世民的权利 久而久之 李世民或许根本既不清后宫中 还有这么一个人 武则天和无数女子一样 期待得到男人的宠爱 所以当李世出现后 他立即意识到了 机会已经悄然到来 在李世民兵重期间 武则天便已经与被立为太子的李治 打得火热 两个人的感情也就在此时急剧升温 李世民去世后 武则天被发配到寺院 此时李治根基未稳 根本没有能力挽留武则天 只有经常去武则天所在的感业寺上乡 原本的佛门境地也成为了李治和武则天互宿忠常的好地方 在已来二去之间 两人你浓我浓 根本无法再分离 此时的武则天已经不再是出入皇宫的小女孩 已经26岁的他 有着让李治无法拒绝的吸引力 他看透了皇宫的生存法则 更知道该用什么办法来维护自己的地位 在感业寺期间 武则天便已经有了身孕 这对李治来说欣喜万分 而对武则天来说 则是他飞上枝头的底牌 在感业寺待的不到一年的时间 李治不顾朝臣反对 强行将武则天带回后宫 此后武则天更是发挥自己的能力 一连为李治生了四儿两女 两人有了爱情结晶 李治对武则天的宠爱更加肆无忌惮了 这也导致了武则天的地位步步高升 直至在李治死后问鼎皇权 武则天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位女性皇帝 他的政治手腕极其强硬 在委期间全是一家独揽 为武州政权的科举 运河 民生 励志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之无愧一代女皇 可惜 武州终究只有一代 武则天到晚年后荒淫无堵 重新坚映 天下心向李家之人依旧还在 终于在神龙正变下倒台 令人唏嘘 言归正传 通过以上对李世民子嗣繁衍 和武则天与李治孕育的子女来看 武则天没有给李世民生儿孕育 不是武则天的原因 而是李世民的缘故 既然武则天没问题 所以他与李治能有那么多孩子 也在情理之中 以史为敬 刻意治星体 以人为敬 刻意明得诗 点赞评论订阅 我们一起从历史中进步 以史为敬 刻意治星体 以人为敬 刻意明得诗 点赞评论订阅 我们一起从历史中进步 点赞评论 点赞评论 目 点赞acy